《人生來圖》 這個人生來圖是2006年訂的 18年的時候我搬家搬出來一看 哎呦 我快實現了 范曉芬出身農家 打工時遇到做木匠的丈夫 因為家鄉蒲苑 有著中國最大羊毛山市場 夫妻倆2000元開始創業 從貼牌生產起步 數十年打拼 如今建立自己的工廠 擁有自己的專利 創立了自己的品牌 回顧去想想 其實真的是要靠一步一步走的 我們那時候創業 說白了沒有經濟 資金也沒有 然後對產品的認知度 可能也是缺乏的 當時闖出去的話只是一股鏡 真的 靠這股鏡去發展 往前衝的 這股鏡就是 我是刻在心裡的 我們經歷的苦 生活的艱辛 我內心就是 不想我的下一代這麼辛苦 所以就是說一定要解放 如今 范曉芬當年的藍圖 基本實現了 留學回來的女兒回國了 家裡的企業有了第二代 我女兒現在也大了一樣 剛開始呢 這個男不感興趣 後來呢 她要自己唱個品牌 未來 一百年 兩百年之後 我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說以後就是靠你們了 在這個行業裡面 低倒啦 爬起來 低倒啦 爬起來 只要想要去做一件事情 目標定好了 對這件事情要有信心 對自己也要有信心 那你肯定是能完成 還是慢慢來 我們腳踏實地 一步一步地走